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沙特阿拉伯男女之间道德约束的一个真实案例吧 主要原因有两个 我想分享一下沙特阿拉伯那边对道德出轨的人 他们的终极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两渣男的瓜 这几天大家吃渣男的瓜吃的累不累啊 关于零事关于无事的 他们两个是渣男的领军人物之一啊 非常具备代表性 说实话我不想把他们的细节也不想评论他们 我觉得没有这个力量 我连他们的权力都不想喊 目前来说的话你用道德层面的东西去评价他们 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不管他们有没有触及到法律层面 都是无道德可言 那个无事的瓜说实在话 他一直在警醒着 你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女孩子们 他们年龄都很轻 说明他们很早就开始在社会上接触一些适合认识 这里面涉及的人 无论你是工作人物 你是艺人 你是偶像 或者是你是大学生 社会对这一类的人的宽容非常强 约束不够多 谈到这个我们就来讲一下 大龙在沙特认识的一个人 大龙认识他是因为 他在我们住的地方旁边开了一个小卖部 然后他做的一瘦好奶茶 大龙几乎天天去喝 久而久之他们就是无话不谈 这个人是野门人 他在野门是有妻儿的 独自一人在沙特这边闯视野 就在我们回国的一两个月的某一天 他对着大龙说他要结婚了 我们先来说一下 他结婚的对象是谁 是在我们那个住宅区域里面 跟人家做全职保姆的印度尼西亚人 这个女的应该是去他店里经常买东西 所以就认识了 其实他们两个以这种结婚为目的的结合 说白了他们目的就是一个 在一国他乡相互有个慰藉 那为什么非要结婚不发展成男女朋友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在中东地区和国家 他们的法律和宗教信仰 对男女授受之间的这种约束和底线 他们是不可以在订婚之前谈恋爱的 即便是订了婚 你们谈恋爱也是在正大光明的地方 比方说女方的家里 这个严格程度要看地区的 如果是在我老公的老家的话 他们那边订了婚谈恋爱 必须在女方的家里不说 而且你别的地方一律都不行 有的家庭他会规定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只能在客厅里 有些人会通过半年或者一年的这样子的时间 来决定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 如果觉得不合适就可以解除婚约 还有个细节大家注意一下 他们在订婚的时候就已经拿了结婚证 这个东西就可以允许你合法合规的 去女方家里跟他做一下 好我们再来说结婚以后呢 结婚以后呢 如果有人在婚内出轨的话 有些人是要坐牢的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男女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发生了苟且之事 那么他们两个人是必须要结婚的 法律规定他们是要结婚的 即便是对方是你不喜欢你不认可的人 你也得跟他结婚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是结婚的 那么他们两个人都要付出刑事代价 我相信我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浮想联偏 想一下中国的这些渣男们 如果把他们送到那种地方去 他们要死几次啊 当然再严谨的规定 你碰到那种没有道德底线可言的人 他都是有漏洞的 打个比方说那个大龙认识的爷们人 他因为静谋难耐 在沙特又另去了一个妻子 很难保证他今后跟这个妻子不提出离婚 我觉得宗教和法律的约束 相对会减少一些渣男的产生 但是心里纯净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约束 他依然纯净 心里误会的人 连老天爷都管不了他 甚至不敬畏生命 那个渣男林或者是Tony林 按照这种说法的话 他的老婆和孩子允命之前 他和那个小三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 还有那个无视大瓜里面的女主们 你们看看这里面有一个省油的灯吗 瓜我们可以吃可以持续吃 但是在吃瓜的同时 我们要学会思考 通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你既然生了他 你就要负责养他教育他 负责塑造他的三观 你们可以回想一下 缺乏数字教育的孩子 走到最后 无论他是学霸也好 还是顶尖人才也好 其实到后面都是歪的 反而一些孩子 你看他确实成绩 一般般普普通通 但是家庭数字教育非常注重的 他其实到最后 他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 绝对不比那些所谓的顶尖人才少 你不谈个人 你给国家做不做出贡献 你给家庭能不能带来更多的帮助 我们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心无善念 你连做人都不配 我奉劝所有的女生 在找对象的时候 请擦亮你的眼睛 考核一个人的排序一定是 品德一定是凌驾于物质之上的 散会